當初主儀跟我講的時候說 今天希望我扮演的角色就是 被各位拷問嘛 對不對 然後我覺得蠻有意思的啦 就是能夠增加大家在很多公共議題的討論上 透過問答的方式 那老實說 常常有很多人在問我說 怎麼準備一個質詢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訣竅 就是你知道你在討論的事情是什麼 那問題在哪裡 大概就是這樣 沒有別的其他的技巧了 我自己感觸比較深的對我來講 挑戰真的高的時候 是在美國唸書的時候 因為在美國唸書的時候 我唸的是法律 所以在Low School裡面 上課的方式不是你聽一個人在上面講 上課的方式就是問答 他們把它稱之為蘇格拉底式的教學 那對於一個外國人來講 其實挑戰很高 因為第一個英文不是你本身的語言 第二個它牽涉到的是法律的專業 第三個是老師在上課評比的時候 他會從你問的問題 知道你對這件事情的了解有多深 所以那個時候在課堂上面要發問 壓力非常的大 那我還記得我第一次在一個我很崇拜的老師 就是我當初會去那邊唸書 就打定主意未來要跟他的老師 我第一次在他課堂上面問問題的時候 他給我的回答是 我還沒有準備好 那其實我那天心裡很難過 那個時候下了課以後 我回到圖書館 但是我還記得很清楚 是禮拜五 因為那堂課是禮拜五的下午 星期五下午上完那堂課 我回到圖書館 再去翻我要問的問題的資料的時候 那個時候自己在圖書館裡面掉眼淚 真的很難過 我以為我準備好了 結果他給我的答案是 我還沒有準備好 那個對我的打擊非常非常的大 因為我在台灣已經法律系畢業 該考的考試我通通都考過了 結果在那個課堂上 我最崇拜的老師 我第一次發問 給我這樣的回應 那不過後來對我來講 那個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學習經驗 我後來跟那個老師 某個程度上像情童父子 他對我就像對自己的小孩一樣 那我後來有問他 說你那個時候為什麼要對我那麼嚴厲 他就跟我講了一句話說 因為我想要知道你值不值得我 投資時間在你身上 那個震撼其實蠻大的 那後來自己當老師的時候 也是一樣 就變成了是 在台灣當老師 比較大的是被挑戰 所謂被挑戰是說 不管是上課的時候 學生問你問題 或者是 改完期末考考卷的時候 有時候學生看到他的分數 會很不高興 所以我常常改完期末考考卷 我會收到學生的E-mail 說想要跟我見面 討論他的分數 那意思就是他要來踢館 所以我要跟他好好的解釋清楚 為什麼給他這樣子的分數 那那些都是在自己的專業領域裡面 不管是作為發問者 還是回答問題的人 那到國會裡面老實說 有很多不是我本來熟悉的事情 像一開始進入財政委員會 那沒有別的捷徑 所謂沒有別的捷徑 就是對於我來講 有很多事情就是要學習 怎麼學習 閱讀 思考 消化 理解 然後搞清楚他們在幹嘛 那但是在立法院裡面 我也可以很坦白講一件事情 真正最大的考驗 對於我來講 是時間 因為每次上去大概只有 八到十分鐘的時間 你要在那麼短的時間之內 要求行政官員 給一個清楚的答案 如果各位有興趣 可以去多看一些質詢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沒那麼容易 其實沒那麼容易 而且我其實質詢以前 我的習慣是 他們只要問我 甚至我會主動 提前跟他們講 說我明天或是下個禮拜 我要問什麼事情 拜託你們準備好 我們這十分鐘就 十問十答 不要浪費時間 但是這樣子的期待 其實常常落空 那所以在國會裡面進行監督 老實說是蠻 蠻辛苦的 那後來 一個更大的挑戰是說 我後來知道說 我後來知道說 原來那個質詢的帶子 有人會看 有人會看 那當有人會看的時候 你如果要去符合 就是你要 serve another purpose 就是符合另外一個目的的時候 又更困難 因為你要先鋪脈絡 就是鋪脈絡是題目要先有一個背景的說明 那看帶子的人才知道說 那你今天討論的題目是什麼 看完了十分鐘才聽得懂 要不然的話 如果沒那個鋪陳 有的時候看帶子的人 根本搞不清楚說 你們今天到底在討論什麼樣子的事情 那這個是我自己到目前為止 不管對 作為一個發問者 或者是一個被問問題的人 我自己的想法 就很簡單 跟各位分享 然後期待 等一下被各位問問題的時候 不會讓大家太失望 謝謝 謝謝國昌委員 那事實上 剛剛國昌委員說 有人在看那些諮詢 那不就是我們嗎 我剛剛想 那不就是我們嗎 那所以呢 不過這邊 這個大家 各位委員 現在開始要稱呼各位委員 因為我們即將上來扮演立委 來諮詢黃國昌立委 好 那各位委員 你們的準備時間很短 剛剛委員也有說了 最大的挑戰其實是在八分鐘內 你們就是只有八分鐘的時間 那等一下螢幕這一段會顯示 現在有4800秒對不對 480秒 480秒 sorry 好 那我們就請剛剛第一棒 第一棒對不對 第一棒在哪裡 就是你們 來來來 好 大家先掌聲鼓勵喔 基本上可以站上去 問問題就是真的要勇氣啊對不對 不要害怕 雖然對面是黃國昌 來來來上上上 好 你們要委喔 對來上去上去 好等一下 好他們還要加實的 好來上去 他們加了一張啦 他們加了一張 還沒有要加 是情況加 好 這個 這個叫立法院裡面叫聯合質詢 好對不對 好聯合質詢 這順便說明一下 好 那我們質詢時間開始 終於開始說要開始 好好不好 那這個就請黃國昌委員準備 好來開始 好 國昌老師 這是我第一次站上質詢台 所以請手下留情 應該是 應該是我要請你手下留情 你是問問題的人 你問問題 你不要請他手下留情 你要問倒他 大家不要這樣 加油 好不好 不要怕 我要認真的 好 國昌老師我先請問你 請問 你是否 公開 支持 廢核 對啊 我是支持公開廢核 沒有錯 好 那我再請問你 那請問你所支持的廢核 是怎麼樣的一個意涵 是完全廢核 或者是到什麼時間點 之前完全廢核 或者是只是從現在 只是降低核電的比率 大概有幾個重要的原則 第一個重要的原則是 不要再新建新的核能電廠 第二個 目前所存在的核能電廠 要在確保他是安全的情況下 慢慢的讓他除疫 就是慢慢的在他的使用年限 確保安全的情況之下 慢慢的讓他除疫 那這個是我們一開始 在主張廢核家園 或者是廢核的時候 最重要的兩個主軸 所以國昌老師你這邊所主張的廢核 指的並不是完全廢除核電 是啊 慢慢讓他走入歷史 那請問你知道 現在整個核能發電所佔的比率 以及其他各個能源發電所佔的比率 分別是多少 不好意思 因為我不知道你要問這個 所以詳細的data 我沒有把它背下來 但是以我們目前核電所佔的比例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誤的話 應該在百分之十幾到二十幾之間 大概是這樣子 國昌老師 我想您這邊既然是支持廢除核電 那想必您對台灣的能源政策 及一些細節 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是 對 所以建議這部分 應該可以再去查明清楚 我這邊 我這邊可以直接告訴你 現在核能發電 在台灣所佔的比率 就是百分之十五 對 百分之十五 對 百分之十五 那我再請教國昌老師一個問題 請問 現在台灣有沒有缺電的問題 台灣缺電的問題大概分成兩個部分 就是說 第一個 在平常一般的運作上面 台灣沒有缺電的問題 台灣真正會發生有所謂亮橘燈 或者是紅燈 進入所謂大家會覺得電不夠用的 其實在一天 二十四小時裡面 只會存在大概在一到兩個小時之間 那個也就是所謂 尖峰負載的那個時間點 那通常 會存在在中午 大概下午一點到下午三點之間 這個是最有可能到那個peak 所以你說台灣有沒有存在缺電的問題 其實比較精準一點的問法 是說 在什麼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會面臨到說 背轉容量不夠的問題 那好 那我現在就以您的問題來反問您 就是請問 在什麼時候 背載容量 會有不足的情況 欸我剛剛不是說了嗎 其實國昌老師你剛剛還忽略了一個因素 你只有提到是一整天的時間 但是你並沒有提到季節性的問題 台灣最容易造成背載容量不足的情況 就是在夏季的時候 是啊 請問 今年 今年 今年是也有 六月的時候也有分區限電的問題 對 那 好 那國昌老師我再請問你 那 接下來 你知道 台灣有背載容量不足的問題 那 請問 針對 這個問題有沒有什麼配到措施 第一個是 剛剛你提到了說 台灣有背載容量不足的問題嗎 那其實還是要回到你剛剛問題的根源 就是說 你其實很清楚的去描述了 大概就是在夏季 然後在一天24小時裡面特定的時間 我們就姑且稱下午1點到3點 然後對於背載容量這件事情 會出現緊張的狀態 所以 你真的 該問的問題就是說 當你在說台灣有背載容量不足的問題的時候 這個全稱式的 敘述 跟你剛剛提問的本身 就存在了內在邏輯的矛盾 那 當然我可以了解你的意思 但是說 一個比較理性的看法 就是 當我知道你提問的核心就是說 台灣是不是應該要繼續使用核能發電 這個是你一開始問這個問題的 因為 你希望透過 台灣現在有缺電的問題去正立 台灣需要核能發電 這樣子的結論 所以你如果要去處理你現在所講的問題的話 一個比較好的方式就是說 你可以去經濟部的能源局看 我們到目前為止 台灣整個的電力的規劃 事實上從現在開始到2025年 不同發電的比例 所佔的規劃是什麼 那 當你在討論電力的問題的時候 我的建議是說 你要看兩個層面的問題 一個是 供給 另外一個是需求 我這邊直接打斷你 其實如果要提高備載容量 那勢必在某些季節 某些尖峰的時刻 那 必須要有替代能源 來發電 那這個所謂的替代能源 它包含了我們所謂的綠能 也包含我們所謂的火力發電 那 我想請問你就是 火力發 我們用火力發電 來填補這個空缺 那請問你要怎麼處理 像火力發電廠附近的 空氣污染的問題 我這邊查到的研究報導 台中那邊的空氣污染的狀況 非常嚴重 PEM2.5的含量 佔整個空氣中是14.5% 那請問 您這個 廢核所造成的 火力發電 帶來的負面的效應 是不是導致我們付出更多的社會成本 因為你把蠻多問題 結合在一起問 容我有順序的回答 第一個事情是說 你把廢核直接用火力發電來填補這件事情 可能要進一步討論 就是我們要看綠能補上來的速度 那第二個是 剛剛在您打斷我回答以前 我想要說的是 當你在討論電力的時候 除了供應以外 你要去尋求供應 就是供給 那你就想嘛 整個台灣 我們為了夏天 然後裡面的兩個小時 會達到 Peak 所以要求 在台灣這個小島上面 即使我們處於地震帶 然後要全島全國的人去承受 核能發電廠的風險 這個風險跟成本效益的評估上面 在計算上面 你可能要重新思考 那第二個是說 當你只有這一兩個小時的時間 會到達這麼高的時候 你要去思考的問題是說 在需求端上面 作為每一個消費者 我們可以做什麼樣的事情 那因此智慧電表 就變成了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 時間到了 我還要再繼續講下去嗎 沒有 國三委要不要講 很快的簡單講完 OK 剛剛那一段 因為智慧電表 就是它會影響到 每一個消費者 它實際上面用電的行為 當你在電力的需求很高的時候 你的用電的代價會變得特別高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的行動 你經濟上面 作為一個理性的動物的行動 會告訴你說 如果你需要用電的話 你不希望在最貴的時候去用那個電 那個peak就會降下來 所以你真正該質問政府的事情是說 智慧電表這件事情 為什麼到現在 2015年 馬英九 跟台灣人民承諾 要完成150萬座智慧電表 結果到現在完成的不到2萬 這中間發生了什麼事情 是不是因為台電 它事實上沒有那個誘因 要去發展這個智慧電表 而不斷的告訴台灣人民說 我們要處理的方式就是怎麼樣 就是不斷的去提高我們的供給 而沒有去考慮到說 怎麼樣透過消費者的行為 去把那個尖端需求把它壓下來 這個才是現在真正問題的關鍵 所以當你去問台電的時候 你要問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就是說 針對節能的這個措施 他們到底花了多少預算 做了多少的事情 你實際去看 那個結果真的會讓你很失望 好 我們謝謝國昌委員 還有今天台上這四位委員 不過我還是先請大家 給台上四位委員同學 朋友一個掌聲 有沒有覺得很緊張 有沒有覺得很緊張 反問一下有沒有覺得很緊張 好 有沒有 好 趕快 有沒有很想離開這裡 好 我先下去 好 謝謝你們 但我還是要先說 請大家 第一 不要害怕 你上來 你問問題是對面的人要回答 我會不會有一個簡單的要求 這個大家上來 這雖然國昌委員是老師 但是就不要再稱國昌老師了 我有時候當然也看到 委員會說叫國昌老師 但在這邊我們今天模擬一下質詢台 我們就還是說是 黃委員 國昌委員都可以 好不好 因為叫一個老師 第一時間感覺就 腿有點軟 然後就問不下去 好不好 大家勇敢 好 好 所以有沒有我們今天 那個模擬有一個重要的事情是 其實讓大家可以發現到 真的你要問好問題 好好的問問題 沒有那麼容易 其實真的沒有那麼容易 就像國昌委員說的 真的要做功課 下一組對不對 不錯不錯 我剛剛想說我撐一下 想說給你一個心理建設 我怕你不敢上來 不要害怕好不好 你們這麼多人喔 來來來 你們是有那麼多專尾郵卡喔 全 造勢喔 好 那個幕僚啦 幕僚 等一下準備第那個紙條的啦 你們到底誰要問 有幾個 我們三個在台上 你們三個人是不是 你們三個人要問 好 來來來 好 好 你們小檔買不起家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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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跟國昌委員說明一下 我們剛剛前面的時候 是有一些遊戲 所以 讓他們得到了一些道具 對 他們是一個一個的政黨 好 你們這個政黨 小檔是不是 好 窮是不是 好 那我們來 你們是第幾組 F嗎 F 好 那一樣時間 480秒 好 來 開始 黃主席好 然後 就先說一下 就是我想要請問 關於時代力量黨務的問題 就是想要問一下國昌主席 那關於時代力量的黨 這個規模 目前在國會裡面的席次 是大概排名是第幾 我們五席排名第三 第三 那目前有沒有想要發展 或者是想要 就是更擴大的想法 當然有啊 那針對於這個部分 有沒有什麼實際的做法 就是 實際的做法 對 就是想要擴大或發展 然後目前的 這樣子你的所有的時間 會被我用完 好 那我 OK 我是真的很願意回答你的問題 我是善意的提醒 你這樣真的會 對我把時間 我知道這樣講 我一直不會扣成零這樣子 好 就是那個 然後我想要比較聚焦一點 在於這次九合一選舉的部分 在於各地的議員的部分 呃 就是 我本身自己是黨員 我有帶黨證 待會可以跟你簽個名嗎 哈哈哈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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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開玩笑 那我想要提出一個質疑 就是 我想要提出一個質疑 是我自己本身是中立選區的 那中立選區 我自己在六月多的時候 發生一件事情 是我有去找 不用啦 不用這樣子 然後 我有去找那個 就是 黨部 因為我有些事情 想要去做諮詢 那當時的選區 告訴我一件事情 是 他們就是目前還在規劃選戰 那 結果呢 一直到了今天 就是當時我問他一個問題 是請問中立的競選總部 成立了沒 可是一直到今天都還沒有成立 那 針對於如果想要發展的一個政黨 對於在地的這些運作 或者是在地的經營 是不是有一些 呃 更需要加油的部分 第一個部分齁 就是 我必須要對 我們目前在中立的辦公室 還沒有正式開幕這件事情 我必須要以主席的身份 先跟你說抱歉 這個沒有藉口 我們做的不夠 我們做的不夠快 我們對不起我們的支持者 沒有藉口 好 那 但是我想要跟你說的事情就是說 在現實上面 齁 就是 對於時代力量而言 其實大家可以把算盤拿出來打一下 有很多人說 我們一年不是拿了三千多萬的政黨補助款 其實我可以很老實跟大家報告 包括中央黨部裡面的員工 各個地方黨部裡面的員工 而且時代力量是一個非常重視 勞工權益保障的政黨 所以每年 我可以很老實跟大家報告 三千多萬完全都不夠用 那因此在選舉的時候 當我們一個候選人 他要去開他的辦公室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要想到的就是 柴米油鹽醬鑄場 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我們當然會希望說 你要做在地的連結跟扎根 必須要有一個空間 那個空間有可能是實體的空間 有可能是虛擬的空間 讓一個號稱開放的政黨 可以讓有更多的人共同來參與 那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我一開始就先跟你鄭重的道歉 但是我後面是跟你講 很實在的問題就是說 會發生這個狀況 其中一個關鍵性的因素在這裡 那你當然也可以挑戰我 說你這個黨主席有問題 你怎麼不好好出去募款 抱歉主席 那我可以直接往下面切 另外一個問題是 就是我當然覺得沒有黨部 但是如果本身候選人的知名度 或者是候選人的耕耘程度 讓我們看得到 我覺得這個是OK的 就是我覺得那為什麼會讓辦公室 這件事情沒有而突顯出這個問題來 我覺得另外一個問題是 我們這邊其實有針對這個問題做討論 就是針對於候選人本身 是不是都是臨時找出來的 然後在找候選這些過程當中 是不是才產生的沒有辦法在地經營的這個部分 那再講一個更現實的問題 假設這一次是經營式的選舉 那如果沒有當選 我如何後續永續的經營 因為如果沒有黨部這些東西 而且還有後續的經營這些部分 會讓我們打問號 OK 好 這個部分 第一個事情是說 我先跟你講 中立的狀況 因為 中立 桃園黨部是 我們裡面一個決策委員 曾薇凱律師 他負責的 那我所了解的狀況是 那個不是突然找的 所謂不是突然找的 我們可能再講的更具體一點 就是前一陣子有上媒體的 那位劉又龍先生 那劉又龍先生我認識他 其實是當他在 當徐永明國會辦公室的助理的時候 我認識他 那時候我認識他的時候 我對他的印象很深刻 所謂印象很深刻是說 他真的要做很多功課 所謂做很多功課 包括你們今天在質詢的時候 一些基礎資料 然後徐永明去質詢的時候 他還要幫他拍照 拍完照了以後 連著那個內容 回辦公室再發臉書 所以他算是一個 在國會裡面的政治工作而言 很投入很認真的一個年輕人 那我後來的理解是說 他有跟 徐永明好像也有跟曾薇凱表達說 當他退役了以後 他希望回到他的選區去耕耘 準備要參選今年年底的縣市議員 所以你問我說 是不是臨時找出來的 我必須要很鄭重的講 並不是這個樣子 那國華我可以提另外一個角度來 就是闡述這件事情 因為 所有的時代力量的 培養出來的 就是如果不是在地找的 培養出來的 年輕的議員候選人 其實他都是從中央出來的 就是應該 抱歉我的用詞不太對 就是他都是從中央的 概念培養出來 譬如說他是做助理 他基本上他是跟著中央的脈絡在走的 那很顯然對於地方來說 他就會是我所謂說的 他是突然進來的 對所以我說的意思是這樣 那如果他要後續經營 後續長期的經營 我目前是 對這一點是感覺到擔心的 對 我先 我也可以先跟您說 就是說 我們面臨的狀況是 我們並不是不願意長期在地經營 但是你要理解說 時代力量是一個 只有三歲的政黨 我們2016年 進入國會了以後 你其實可以具體的去看 我們接下來就是 在各個地方設黨部 在每一個地方設黨部 那在每個地方設黨部 要做什麼 就是要做在地的扎根 跟在地社區連結 這樣子的工作 所以每一個地方黨部的主委 他都要承載這樣子的功能 那我自己要去負責的 就是新北市黨部 現在新北市黨部有六位候選人 其實那六位候選人 我可以很直白的跟你講 是說到目前為止 這六位候選人 沒有一位是從中央出來的 以我自己所在的選區 系指金山萬里 那一區的議員候選人 他為什麼會出來 他是系指的在地人 他在系指在地經營 不要說經營 他在系指就是在地 從事各式各樣的活動 做了十幾年了 這個是我在地方上面 我很多的支持者 大家都推薦這個人 那他也持續的在做 所以後來就提名他了 他沒有一天 在我的國會辦公室工作過 其他五個選區的候選人 你包括說在山魯 志明 他是一開始成立新北市黨部的時候 我請他當執行長 所以黨部一設下去以後 他就開始去辦各式各樣的活動 那那些活動 我必須要老實講 就是說或許不是因為很fancy 所以未必有什麼媒體的曝光度 國發老師 國發老師 因為時間到 我最後補問一個問題是 那可以喔 就是最後就是如果 國發老師這邊可以 就是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是未來 如果他們不管選 有沒有選上 那他們未來的方針 是不是都會在地經營 我覺得我只要知道這個答案 是 都會留下來 就是走在地方 最起碼我的要求是這樣 OK 好 謝謝 好 還是提醒幾個 第一個是 大家可以想一下 也許不用讓國產委員這麼暢所欲言 你可以多問一些問題 當然你可能不太敢打斷 好 剛剛這一組質詢到後來 還是不小心 國產老師好 謝謝你 好 不用啦 不用這樣子啦 不過我剛剛那個問題喔 其實我撐一下喔 我剛剛講到一個問題是 剛剛那個國產委員其實有提到 那個戲子區的那個 議員的那個候選人是走地方的 但其實呢有一些 我們之前有看過 動用主持人的那個追問一下 這其實是在提 幫那一組 其實你們應該追問這個問題 每一個地方的候選人參選人 都有一些特色特別的地方 以戲子區那個候選人來講 其實我們發現到 比較有趣的事情是 我們看得出來 他在地方上應該是 有在耕耘 有在走的 但是另一方面 我們其實在看他 因為我們常常會 網路的事態 我們常常看他一些 臉書上的發文 其實我們會發現他 臉書上的發文蠻有趣的 不常闡述一些理念 或者是一些知識 一些對議題的看法 更常的是 有時候我們會看到 他會轉貼一些內容農場的文章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像這個東西 其實我要問的問題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說 他在網路上面 如果都沒有展現 這樣子的一個理念 或者是一些意識 對一些議題的意識 那他要怎麼樣 就是說連網路上面 可能都沒有話 他要怎麼樣 讓其他的選民 會意識到 他所代表的價值是什麼 這個就對於 他目前 他的團隊 我會再提醒他們 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 在網路上面的發文上面 那他可能必須要更清楚的 去說明 他對一些地方議題的看法 但是我可以更具體的講 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 新北市的團隊 我們對於整個新北市的市政 是有一套很清楚的想法 那因此我們不斷地丟出來 包括了昨天侯友宜在談都更 那我們就直接的問題是 請問侯友宜先生 你都更的政策如何解決 年輕人現在在新北市 所面臨的高房價 但是卻高空汙率的問題 其實這個主軸的問題 包括我們所提出來的住宅政策 在昨天 他們已經開記者會 完全闡述過了 這個是新北大家共同的 那希子跟金山萬里那一邊 在地的議題其實不用擔心 因為沒有人 這樣講有點太自大了 就是我這樣說好了 算了我還是這樣講好了 沒有人比我更清楚 執行的層面上 到底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沒有人比我更清楚 那但是呢 你要去想 當年輕人習慣看臉書的時候 他在戲子金外那邊的經營 完全不一樣 我為什麼說完全不一樣 大家先想一個問題 你今天在臉書上PO一篇文章 有一千個讚 你們覺得多不多 很多嗎 好 那一千個讚 有幾個在你的選區裡 有沒有十個人 你要很冷靜的去想這個問題 那因為我的那個選區喔 具體來講就是 腳有走到 人有看到 拿到你實際給他的東西 去建立那個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現在是在第一個階段 所在進行的 他必須要先去做 這樣子的事情 那等到第二個階段是 你在馬路上面 在外面的活動上面 碰不到的人 在公寓大廈裡面的 那個才是用空站 要想辦法把它打進去 不過我還是知道 王熙所講的很有道理 那我也會提醒他們的團隊說 就空站部分 可能在臉書上面的經營 事實上要更加強一點 應該說有時候是一些形象 就是形象出來的話 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候選人他是一個 有什麼樣價值 或是有什麼樣想法的一個候選人 不過我先講一下 我剛剛追問的這一段 不是單純是我個人想問 不是啦 我是要跟剛剛F組的朋友說 其實有一些問題 就像剛剛國產委員一開始有說 其實你會做好一些功課 比如說我也不知道 國產委員會講出 戲子候選人的這個例子 但他講到的時候 如果我是你 我剛剛我就會立刻追問 打斷這件事 我就會去問這個 我就說你好你講這個例子 那這個例子他其實有這個這個問題 那你怎麼說 那可能國產委員他就會去解釋那一段 那所以呢其實就是 你們是有一些東西可以想一下 啊這也是就是要準備的啦 還要平常要survey一些東西 好不好意思 我們再用一些時間 剛好做一個示範 那你們這一組 三位嘛對不對 好 來 有先後 通常上來可能就被 就緊張 你們協調好是不是 好那 你們已經加10過了對不對 加10 加30秒了 加30秒了 好來上吧 好 委員好 想請問一下 委員對於 在台灣政治裡面的第三勢力 有什麼樣的一個想法想像 你這樣子其實 對我太好了 因為我會把它講完 我就說 當你在講第三勢力的時候 第一個你必須要先定義啊 你所指涉的到底是什麼 譬如說 譬如說 今天你在討論的第三勢力 是除了中國國民黨 跟民主進步黨以外的 全部都叫第三勢力的話 那 這個就 我就必須要跟你講說 這樣子的第三勢力 並不存在 我們想直接問 就是你認為 如果直接問你第三勢力 你的定義是什麼 我的定義喔 好 我的定義是說 我這樣講好了 我以為你不要拖我時間 不是啦 你在講的是一個 現象的描述 沒有辦法去描述那個現象 因為台灣的第三勢力 從統促黨 就兩大黨以外 從統促黨的光譜到很多 像社民黨 我們這樣問好了 就是那時代力量 是一個怎麼樣的政黨 就是您是黨主席 你會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比較具體了 這個問題就比較具體了 主席你不能一直拖我時間啦 我沒有在拖你的時間 時代力量呢 是一個 認為 我們要建立一個 正常化的國家 讓在這個國家的 每一個公民 能夠依照自己的偏好跟理想 去追逐自己人生夢想的一個政黨 而這個政黨 我們現在 最大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現在最大的目標就是 希望能夠 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對於新政治的想像 開創一個新的道路出來 好 那委員我想請問一下 您對於新政治的定義是什麼 你是有認為新政治應該長得怎麼樣 新政治的定義 沒有辦法去列出一個一點一點一點的to do list 但是 新政治對於我們在所要撼動的核心價值 當你想清楚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有很多所謂的新政治 做起來一點都不難 而且 一般人都會覺得有道理 但是在目前現行的政治上面 卻沒有這樣做 我舉一個最具體的例子 好 你知不知道 你們家選區所在的那個議員 他一年 好幾百萬的配合款用到哪裡去 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好 在場有沒有人知道 有知道的舉手 好 下一個問題 這些所謂議員的配合款 每一分錢 都是納稅人的錢 都是納稅人的錢 那我們就要問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如果每一分錢都是納稅人的錢 選民有沒有權利知道這些錢花到哪裡去 委員現在是我們的質詢時間 不是啊 可是你不是要問我問題嗎 我要問你啦 我現在在回答 你舉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其實想要舉個例子來問你啦 就是你剛剛說新政治嘛 那其實我們很好奇是說 貴黨在推派候選人的時候 你剛剛說新政治 至少一個最基本的定義就是說 時代力量目標是要讓每一個人 除非往一個正常化的國家邁進之外 每一個人要就是能夠實現自己的理想 做自己想要做的樣子 好 那我很好奇就是 貴黨在推派各個選區的候選人的時候 這個過程是怎麼樣推派的 這個過程本身是 民主的是公開的嗎 是大家都知道的嗎 黨員都知道嗎 分幾個階段 一開始我們在尋求各地區的候選人的時候 黨中央有正式開一個記者會 做公開的招募 然後也在網路上面公布那個訊息 然後接受不管是致見還是推薦 各個地方送來的人 這個是第一個階段 那第二個階段是說 當收到這些資料的時候 地方黨部的主委他會做一些初步的過濾 所謂初步的過濾是說 你要做一些基本查證的工作 如果啦 有什麼會選前科的 那根本就不用談了 但是如果是認同我們的理念 覺得qualify差不多的人就會送到提名小組去 所以您剛剛說的理念是指說 認同台灣要往一個正常化的國家前進 然後每一個人都要往就是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樣子 那我想請問 時代力量跟其他的第三勢力政黨 或是說甚至跟民進黨國民黨好了 那這個在這一點上差在哪裡 我這樣講好了 跟中國國民黨的差別你需要我說明嗎 好這我接受 這個可以嗎 可能你比較在乎的是 跟民進黨之間的差別 第一個 我們支持婚姻平權 民進黨支持嗎 民進黨如果支持的話 為什麼現在法案還沒辦法過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我們支持捍衛勞工的權益 請問民進黨支持嗎 如果支持的話 為什麼今天勞基法會修成這個樣子 基本工資法到現在都還沒有過 第三個 我們要求的是什麼 要有一個清廉的政治 請問民進黨支持嗎 如果民進黨也支持要有個清廉的政治的話 那我的問題就來了 慶富烈雷劍的弊案 讓全體的納稅人損失了幾百億 為什麼到現在沒有任何一個人負責 您剛剛講的都是全國性議題 但是現在2018年年底 是一個地方議員的選舉 所以你要跟我談新北市嗎 所以你要跟我談新北市嗎 你要談Local的問題 那我就跟你談新北市Local的問題 好我覺得有 第一件事情 我現在時間也沒有很多 我基本上有一個 我對時代烈漾這個黨的一個質疑 就是說你們中央跟地方的權責劃分 前陣子出過一個事情嘛 就是台北市黨部 就是說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候選人 他的助理 或是說立委 他的助理本身有一些不恰當的發言 那委員跟他做了一個切割的動作 那您的說法是說 就是各區負責 對 那我想詢問是說 那其他 這表示說 就是時代力量黨主席 只負責新北市黨部的事情嗎 那其他區的狀況 我可以問嗎 我要不要先回答你前面那個問題 因為你提了一個例子 想要支撐你的point 所以我總是要回你的point 第一個是 我是在黨員見面會的時候 人家提問 我直接回答這件事情 你看我在臉書上面 針對這件事情 我沒有講一句話 我可以很老實跟你講 那天晚上我心裡很難過 我只在我臉書上面寫一句話 做該做的事情 好 那這個題目到這邊就好 第二個 我要問的重點是 OK好 我要問的重點是說 就是您剛剛提到的新政治 比如說剛剛講跟民進黨的差別好了 那我們舉一個例子 就是台中市的中西區 黃國書委員 他之前的服務處的那個 就是負責的里長 後來不是加入時代力量 然後變成時代力量的戰袍嗎 您認為他符合新政治的這個定義嗎 到目前為止 我們所提出來的政見 我們所要求的檢驗 我看不到說他有哪一點有違反 對啊 你要跟我講啊 說那個人到底有什麼問題啊 好 對啊 好 我也可以跟你講一件事情 好 我前一陣子講說 政治要累積 所以你一個職位當到一半 你要去選別的 這我沒意見 但是拜託負責任一點 辭掉你現在的位置 很難嗎 結果我講了這件事情以後 我剩十秒鐘 沒有 最後一個問題 這個例子講完 全國只有一個人做到 就是你剛剛講那個里長 他登記的時候 他就會把里長給辭掉 我最後一個問題 你剛剛佔掉我的時間 我問最後一個問題 剛剛講說就是 如果是符合心 我們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OK 他剛剛佔掉我的時間 沒有沒有辦法 沒有關係啦 再讓他多問一個問題好了 對 他會遺憾 好 剛剛你提到說就是 新政治嘛 所以國家往正常化的方向發展 但是 我們舉台北市選區為例好了 林亮君候選人 他就跟柯市長一起站台 請問您支持柯市長的相關政見嗎 包含兩岸一家親 我老實跟你講喔 就是 林亮君 吳貞 黃玉芬 還有另外兩位候選人 還有蕭欣勝 然後還有另外一位是誰 李夢 李夢 你從他們五個人 現在在做的一些行動來講 你很難去得出一個很具體的結論 說姑且啦 不要說他們五個人沒有辦法代表時代力量 你沒有辦法從他們五個人的行動 去拉出一個一致性的觀察出來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他們是少數都一起出現的 就是 他們差不多最常一起出現喔 不是啦 剛剛你提到跟柯文哲的關係嘛 所以我就說以這五個議員候選人來講 我到目前為止 我可以跟你講的是 你觀察不到一個很清楚的軸線 譬如說 所以我問問委員嗎 對啊 我現在就 對 所以我現在 我現在在跟你講的就是說 你剛剛不是跟我說這些議員的行動嗎 那我現在可以跟你講的是 那一些個別議員的行動 沒有辦法代表時代力量 沒有辦法代表時代力量 好 但是我要跟你講的是什麼 我要跟你講的事情是說 時代力量 我們相信的價值 我們要推動的政策 我們要推動的改革 全部都寫在黨綱裡面 2016年國會選舉的時候 我們說過 我進入國會要做過哪些事 大家現在有興趣可以上去網站看 說我要推動的法案有哪些 大家可以去檢驗 到目前為止 我們提出了多少法案 在推動這些改革 我可以跟大家講 到現在為止的覆蓋率已經非常高了 差不多該有的法案都快要提完了 先到這邊好了啦 OK 好 謝謝委員 謝謝委員 好啦 這個問題其實都還可以再追問 等一下再跟你們說 沒關係 那個 我已經很棒了 我覺得後面大家幾組越來越熱了對不對 熱起來了 提醒一下喔 有一張插隊卡 剛剛 如果有人要插隊 直接 直接舉手插一下 那可能委員不知道什麼插隊 沒關係 反正你就在那邊一直被問而已 來下一組 只有你一個喔 來來來來來 老師先讓我照一下相 理智紀念一下 什麼啦 你怎麼先照相啦 好嗎 靠 照相 不要這樣 好來來來來 開始 好謝謝 那各位大家午安 我是法律白號文的大黑 那老師 我們之前 你怎麼馬上就要插了 欸 我覺得中間問都還不算插得太遠 太遠了 好插 對了插 欸欸欸問到一半了欸 好 插了 好 好 我剛才是拿一下插 30秒 30秒插 不好意思就是 因為剛剛那個關於 就是 就是實在力量的敬諾問題 還是有些 就是 那個 其他事情想問黃委員就是說 剛剛提交說 實在力量就是我們 還是要創造新政治這些 但是 我們也知道像民進黨 很前後有新的委員出來 那 民進黨現在就是 就只有支援了 剛剛也講到實在力量就是 三千萬分後 那為什麼我們不把力量 拿去支持民進黨的新人 希望他們改變民進黨 對啊 問題是民進黨所推出來的新人 民進黨所推出來的那些候選人 我承認啊 他們都很年輕 這沒有問題 但是我要問的事情是說 當你很年輕的時候 你所代表的價值是什麼 你要先回答我 譬如說 今天你推一個很年輕的候選人出來 結果你今天所站出來的立場是說 我們前兩次修的那兩次勞基法 修的真的是太棒了 或者是 婚姻平權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概念 男的跟男的 女的跟女的 這件事情我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你年輕 so what 什麼時候年輕 更新政治 更新政治 可以畫上等號 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跟時代力量 我自己影響的道德候選人 我一直跟他們講一件事情 千萬不要讓這個社會 給你有一個印象 就是你年輕 大家都很年輕 你要向大家證明說 為什麼是你 我有什麼能力 我有什麼信念 能夠證明給大家看說 我值得大家的支持 送我到這個位置 我一定會履行對大家的承諾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OK 好 那我們請主辦單位幫我們調一下時間 因為剛剛是被插隊 對不對 要公平 繼續 好 好 那我就開始了 OK 那開場本來是要講一下 因為先禮後兵 我們總不能直接就進入很奇怪的問題 這樣也不好 那就是謝謝老師 今天給我們機會讓這樣來問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等一下 蔣老師也沒有錯 因為以前有在法律營隊 受老師的照顧 當然老師可能不記得我 我們是很多學生裡面的議員 講完了 好啦 其實我還是要感謝 就是所謂的那個 老師很支持動漫 因為老師上禮拜不是去那個嗎 Cosplay嘛 對不對 Cosplay的話 他除了有兩個大焦點嘛 非常感動 一個是石頭的襯衫 對不對 還有一個什麼 兩金看集的眉毛嘛 所以我們都印象很深刻 謝謝老師支持動漫 那我就切入三個問題了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想請老師用大概一句話 幫我們介紹一下 什麼是法律明確性 因為我要問的一個是法案的問題 所以請老師用一句話 幫我們介紹一下 法律明確性的原則 事實上是 為了要去處理法律保留原則 一個非常重要的指原則 也就是說 法律本身的規範 必須要讓一般的人 有自視程度的人 能夠去理解到說 他規範的對象 他規範的範圍 以及最後可能會產生的法律效果 是的 所以如果一個法律 如果不明確的話 它是不應該存在的 大致上是這個意思 憲法的精神 是不是這個意思 原則上這樣說沒有錯 好的 那我想請問一下老師 對於不當黨產追討的這個目標 是不是支持的 當然支持 是的 那不當黨產條例裡面 有一個可能會抵觸明確性的條文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政黨 我們當然有定義 但是什麼是不當黨產 它的定義就有一點不明確了 它的黨產的定義如下 任何違反政黨本質 或者是民主法治本質的財產 都是不當黨產 那我想問問大家 大家覺得這樣子的一個定義明確嗎 那我想問問看老師的看法 其實你如果把不當黨產條例 再稍微看得更清楚一點 事實上對於不當黨產的界定 並不是像你剛剛所講的那麼抽象 不是在第二條第四款嗎 對 但是我現在要進一步跟你講的是說 它在裡面的設計 事實上是透過一個 民主憲政的國家的政黨 它應該要有哪些合法的財產來源 當作基礎 然後再配合著去做 違反民主法治的財產 可不可以幫我們舉一個例子 沒有 我先把我剛剛講的事情給說完 就是你去看不當黨產條例 它真正的設計是 在一個民主憲政法治的國家當中 一個政黨它合法的財產來源以外的 它把它推定成是不當黨產 那個推定讓被指控的這個政黨 有一個機會做反政 什麼做反政就是我不是 透過不當的方法所取得的 好 那我問一個類似的問題 如果假設任何違反道德本質的人 都應該被抓去關 所以我們可以推定這樣的人可以入罪嗎 老師支持這樣類似的立法嗎 沒有 問題是你剛剛所講的 那兩個問題的層次跟問題的本質完全都不一樣 怎麼會做這樣子的比副原因呢 也不是說比副原因 因為它的構造是類似的 沒有 像你剛剛所講 一個民主憲政的國家裡面 一個政黨它合法的政黨財產來源 有哪些 事實上是可以很清楚的標定出來的 第一個 政治獻金 對吧 好 那我還是想要回到問題本身 因為這個問題離我們一開始出色越來越遠 我的問題只是存留在 我任何違反政黨本質的 或者是民主本質的 這樣的定義 是不是不夠明確 那因為時間關係 我想把問題停留在這邊 讓大家繼續思考 那我想請教老師第二個問題 我們知道說 這個老師在2228當天 有參加喜樂島聯盟的這個大會 那大會上面老師也很明確 在報紙上面有報導說 這個任何就是阻擋台灣 推動獨立公投的行為 我們都應該予以捍衛 所以老師是支持獨立公投 當然我個人也是非常支持 那我想要問的問題是說 那當然黨幹也說 實力的黨幹也說 要建立一個正常國家 所以獨立公投跟正常國家 都是要捍衛台灣的主體性的行為 老師可以我這樣說 評價是正確的嗎 原則上沒有錯 是的 所以原則上是正確的 那可能會有例外 所以這個任何支持台灣的主體性的動作 我們都應該要予以支持 這是任何國民都應該做 那我想請教老師第二個問題 那表現在 最近剛剛也有朋友們提到兩岸一家親 那這個問題就跟台灣主體性有點關係 尤其是蘇貞昌老縣長前幾天說了一句話 中國 我們說中國用了那麼多飛彈對準我們 真的還有兩岸一家親嗎 難道拿飛彈對準我們的行為 還是一家親的行為 有沒有違反台灣主體性的這樣的疑慮 老師怎麼看這件事 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說 你如果要真的很嚴謹的討論的話 牽涉到的是 不同發話的人對於兩岸一家親 這個概念的定義 第二個 如同你剛剛所講的 在我自己的想像裡面 我希望台灣跟中國 能夠存在一個正常國對國之間的關係 兩個文明的國家 彼此之間該怎麼相互對待 就怎麼相互對待 那第三個 善意不是單方面的 當中國不斷的 用飛彈對準台灣的時候 這個時候需要的是 中國政府自己重新的去思考說 為什麼這麼多的台灣人民 會對於中國政府 會對於北京 大家抱持這麼強烈的反感 好 所以在反彈的情況底下 我們對一家親也產生一些懷疑 那我最後想要沿著這個問題 問最後一個小問題 像這個前幾天 Freddy委員提了一句話 他說 柯文哲市長 他所謂的兩岸一家親 並沒有所謂的 提到九二共識 或者是更進一步的這個 支持統一 那請問這樣的行為 算不算幫 就是兩岸一家親緩加 甚至是說 有一點傷害台灣主題性的 這樣的言論 老師怎麼看 其實老實講 我看不懂他在寫什麼 這個是我很誠實的答案 就是我整篇看完了 我看不懂他在寫什麼東西 那第二個事情是說 這件事情其實 我不要去幫Freddy詮釋 他想要寫的東西 就像Freddy其實不必幫 柯文哲市長去詮釋 他所要講的話 重要的事情是 重要的事情是做自己 什麼叫做自己 延續著剛剛對於新政治 大家的提問 我自己的想法非常的簡單 就是說 當代台灣的民主社會 不管你的政治立場是什麼 我覺得 絕大多數的民眾 大家期待的事情是 看到 真正認真做實事的政治人物 不管你的立場是什麼 譬如說 今天你要永和 也可以啊 但是你要永和 你就要永的像話一點 所謂永的像話一點 就是說 拿出清楚的論據 告訴大家 不用擔心危險 而且我們還有能力處理核廢料 這個是 認真專業永和 應該要展現出來的 那你如果是反核的話 也如同我剛剛所受到的質疑 你就要去處理大家擔心 電力供應的問題 這樣公共政策的討論 那最後 透過民主的程序 去做最後的決定出來 那 所以 包括時代力量 或包括其實我對於 一起在從事政治工作的 的夥伴們 其實我自己的期許就是什麼 我自己的期許就是說 認真做自己 認真做事 相信 你告訴大家 你承諾的那個價值 透過具體的行動去實踐 而不是說 然後 OK 我就先回答到這裡 謝謝老師 講到最後一個行動 然後 謝謝老師 因為我們有一群人發起 所謂的婚姻平權公投 那也謝謝老師 有連署 然後那個照片 我們群組都有看到 覺得非常感動 因為那天非常熱 這樣趴著寫連署 非常辛苦 謝謝老師 那我問完了 謝謝 不會啦 雖然大黑一直在做錯誤跟正確示範 我跟你講正確喔 他這樣問得很好 如果你們有仔細看的話 他在被插隊之後 時間有限的情況下 都還是可以很快的問出他想要問的 而且他問題其實都很快速 很精確 那第二個 錯誤的示範就是 一直在判關係 我最討厭有沒有沒有 我們看諮詢 最討厭這種諮詢的立委 真的很多委員會做這種事喔 對 國參委員有時候也會這樣 但他都是養套殺 他都是套完關係 接下來就殺人家 那是不一樣 那有些是真的在那邊 判關係 然後不知道在判什麼 對好 那你剛剛有沒有殺 有養套有沒有殺嗎 Shit 來 下一位 下一組 好 OK啦 OK 好 來來來 你們時間也都延長了嘛 好 都加了 好 來那開始 GO 委員 委員好 委員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委員在證件當中 其中有提到一個部分 有關於是提倡青年創業的部分 那委員是覺得這件事非常重要嗎 是 那請教一下委員 您知道政府在做青年創業部分 那個創業部分 鼓勵的部分有哪些的具體成效 或者是有哪些的具體作為嗎 你說現在的政府嗎 對 我老實講 我不知道他們做了什麼 有具體成效的事情 OK 那我跟委員分享一下 就是現在目前蔡英文政府 或者是馬英九政府年代 他們主要是提出的部分就是說 他們在各縣市 遍地開花 設了非常多所謂的新創基地 包括像現在他們也成立了一個 所謂的創業天使計畫 就是一筆基金 甚至還有所謂的新創貸款 那您知道它的 它的KPI的一個成效 就是它的一些成績效果 他們是怎麼來做計算嗎 老師講我不知道 那我可以立刻告訴你 他們的計算方式就是說 他們統計了多少的創業 創業人數 跟他們帶了多少的款出去 甚至是說 他們就告訴說 喔 這間公司三年後還存在 那您覺得這樣子的一個計算方式 是正確的嗎 太偏俠了吧 對 那我其實想跟委員 討論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在這樣子的一個 所謂的成效界定方面 其實他並沒有去 去討論到 或去思考到 這家公司是否健全 甚至說 它的一些制度方面 或者各方面 它是否是健全 那委員既然現在還在立院 那也身為財政委員會的議員 那您覺得接下來 您會有什麼樣的想法 我大概分幾個層次跟你分享 就是說 在這件事情上面 曾經做過的努力 跟希望做的事情 第一個是 我必須要先跟你們承認 一件事情是 我們是一個小黨 那小黨的問題是 我們在 agenda setting 上面 沒有辦法排法案 就是我們關注的事情 就國民黨排什麼 民進黨排什麼 大概是這樣 第二個是 表決一定會輸 那在這個 既定的狀態下面 我們大概能做的事情 就是說 當他們在處理法案的時候 盡可能去塞進 我們希望塞進去的東西 那第二個部分呢 是在行政規則 或者行政命令的階段上面 去迫使主管機關 去修改 它一些不合理的行政規則 或行政法案令 所以之前 我在智庫有成立一個 所謂的debug小組 就是希望說 能夠對於青年比較 造成障礙的事情 能夠把它去除掉 那有一些事情我們成功 有一些事情我們不成功 我先講不成功的事情好了 前一陣子在修公司法 其實台灣社會沒有幾個人關注 那台灣為了要扶持 就是說微型的企業 或是新創的企業能夠產生 我們事實上在2011年的時候 把最低資本額的要求 其實已經拿掉了 所以你可以成立一個10元公司 100元公司 1000元公司 但是目前在公司法裡面要求說 你只要以現金出資的話 全部都要會計師去驗資 那這個是一個很荒謬 對於微型企業非常不友善的法規 你就想嘛 我可以成立一個股本 只有新台幣100元的公司 但是要現金增資 你要找會計師來查核 所以我有出這100元 最少要花3000元 是 我的意思是這樣說 就是現在來說 政府做了非常多 譬如說就是花錢就是撒幣的行為 然後並沒有一個正確 甚至是說 從根本企業在成立上面 不管是建立會計制度 甚至是輔助他們 雖然有很多所謂的創業基地 有可能很多所謂專家的一些創業的 提出的一些建議 但其實來說 它其實是根本就是假的 甚至很多都是大學教授 只是為了要去創了一些東西 然後為了要去達到這個KPI 委託甚至是拜託學生去創了一個假的東西出來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在這樣的情況下 雖然我知道時代力昂是一個小黨 那您覺得在這個情況之下 那當然時代力昂身為 立院算第三的黨的部分 還有什麼可以能夠去處理的 甚至是再去改善的部分 那尤其您身為財政委員會的議員 呃 我還是會回答你的問題 不過我現在到司法法制委員會了 哦 對不起 但是我還是常常去財政委員會 就是我剛跟你講的事情是說 有一些不合理的規範 我們不需要透過法案 可以迫使行政機關讓步的 譬如我講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們有很多年輕的朋友 事實上是SOHO主 自己在家裡 可能有一台電腦上網 架網站透過臉書 那沒有食品商品的銷售 他可能只是在提供他的專業技術 或者是專業上面的一些服務 那我們收到的一個陳情就是 當他把那個公司設定在他家的時候 他的土地稅跟房屋稅 就要按照營業場所來科 那個對年輕人來講負擔非常的大 所以今年一月的時候 我們得到這個陳情 就找了財政部的來 我就不斷的在跟他們講 說你們這樣子的規範 對於新創業者根本不合理 而且現在 產業的型態跟你們那個時候 立這個規範的時候的產業型態 已經是兩碼子的事情 他不是有開店做生意 有囤貨 根本就不是那樣子的概念 所以到7月的時候 財政部就同意了 同意說 如果是SOHO主在家裡自己接案子 沒有涉及到對外的營業 沒有囤貨的話 你就不用再把它登記成是營業場所 他完全就按照自用的住家 就可以直接用本來自用住家的稅率 去科增土地稅跟房屋稅 這個是我們現在 作為一個小黨可以做得到的 第二個 比較重要的部分就是 你剛剛所講的那個大撒幣的活動 那個大撒幣的活動 因為準不準怎麼樣去平和的那個權限 是掌握在行政權當中 對我們來講 我能夠做的事情就是說 很清楚的告訴行政機關說 你們在做這樣子的事情 事實上沒有辦法達到 真正你們希望達到福祉青年創業的效果 只是很沒有效率的在浪費納稅人的公帑 那就麻煩委員之後回到立委員之後 再繼續幫我們處理這部分 另一個部分 我想要跟委員討論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委員知道 我們行政機關的預算是怎麼編出來的 我說時間 時程的部分 就是前一年然後編明年的費用 那您也知道我們宅南最 我們其實有的時候不會看股市 但我們會看什麼 看所謂的CPU的價格 那您知不知道中央有一個採購法叫做 叫做 就是 突然忘記那個叫做什麼 就是反正它是可以用一個開口式合約 那您也知道開口式合約是從1月1號到12月1號 它都可以用同樣的價格去買東西的 那您知道說政府每年買多少電腦嗎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那我問一個問題 您覺得1月1號賣的電腦 譬如說ASUS的一台最新的電腦 到12月31號它價格還是會一樣嗎 當然不會 那您覺得這個部分合理嗎 尤其現在在柯文 你是說電腦跌價跌合理嗎 還是怎麼樣 我的意思是說 在所謂的開口式合約當中 我隨便亂講 譬如說我今天買一台ASUS的GS1 隨便亂講 GS1我在1月1號可能賣3萬3 到12月1號的時候 或12月31號可能它只跌到2萬1了 但政府還是使用 所謂的開口式合約 還是用3萬3的價格去買 那您覺得在這樣的情況下是合理 是屬於 當然不合理啊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來說 不知道委員能夠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去做一個改善 或者是如何去糾舉他們 對 而且是合法的犯法 對 合法的圖利 你先容我先回答你的問題 是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的預算審查 我可以很誠實的跟大家報告 編得非常的粗 是 編得非常的粗 沒錯 所謂編得非常的粗就是說 所謂的電腦設備 是 它就一筆錢 沒錯 裡面要買什麼東西 是 你沒有去追問的話 沒錯 你根本就不會知道 是 那第二個是 真正要去處理你剛剛所講的問題 是在政府採購 沒錯 他們所提出來的一些標準化的契約當中 是 要把它規範 因為這件事情老實說 連政府採購法 都沒有規範 沒錯 而是規範在 行政機關 他們跟廠商 彼此之間 所締結的那個契約 開口合約 那因此 就政府機關跟廠商 彼此之間所締結的契約 這件事情 那個內容 我們能夠做的事情是 去要求行政機關 他們針對這件事情 去進行通盤的檢討 去改正 但是實際上面 跟廠商約要怎麼簽這件事情 事實上還是在行政權的範圍當中 在國會裡面 我也很謝謝你今天跟我提這個建議 因為老實講我真的 你今天跟我講以前我還不知道說 他們利用這個時間差的關係 可能莫名其妙 讓那個廠商 影音機 投影機 所有同樣東西 我想每個東西都有疊價的啦 所以我覺得我只是提供兩個點 給委員來參考一下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最後一組 我覺得剛剛這一組 諮詢的其實也蠻專業的 因為我剛剛看好像大家開始進入 好像真的在看諮詢一樣 最後一組是 欸 欸 什麼 偷擦喔 好好好 下一組還沒擦 下一組在哪裡啊 下一組在哪裡 好 那你們還是要先過來啊 你們的那個 你們的計時還是要先給 先秀出來 然後他再擦嘛 對不對 他擦30秒 對 他擦30秒 那好 那好 那就扣掉啊 你們只有一張加持卡吧 對不對 好 那那個 你先上來30秒 你先上來30秒 直接 直接上 30秒 好 委員不好意思 我又來了 就是我想要來詢問一下 就是 您認為時代力量黨 黨團在立法院 武席算多還算少 我當然希望更多 那您覺得是少 那 是嗎 是嗎 我可以這樣子接嗎 我 我只能夠說我當然希望更多 因為你多跟少 你要先講你的 BASSLINE是什麼 我想 我想針對就是 2012年第八屆的時候的 台電黨團只有三席這件事情 來跟這一屆 時代力量有五席這件事情 做一個比較啦 那我想針對的事件主要是 勞基法修法 今年年初的時候 您明明已經在體制內 可是卻選擇到總統府前面抗議 而不是在議場內進行杯葛 您要怎麼回應 在議場裡面杯葛 就不會成功了 你事實上去總統府前 真的 我們在做的事情 是先進行議場的杯葛 我怎麼進行議場的杯葛 我就把門鎖起來 那後來為什麼會到總統府 因為我們門鎖的時候 民進黨就找秘書長來 找警察來 把我們大所給剪斷了 人就全部衝進來了 你當時沒有想過 其他議事上面的杯葛策略嗎 願聞其詳 比如說再提200案之類的 什麼 提200案之類的 我跟你講啦 你真正理解 你真正理解 他們是在怎麼樣操作議事的 你就會知道 那樣子的策略絕對不會成功 因為那樣的策略如果會成功 我早就幹了 好 謝謝委員 你們從480 他們從480 謝謝 在這裡背後給你 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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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480 1 2 3 3 1 GO 好 委員好 想請教委員一下 您剛剛說您去過美國讀書嗎 那您打過工嗎 當然有啊 我打的工可多了 委員您最近有在follow我們的新聞嗎 我們最近台灣有一個這個工作非常的好啊 我只要每天早上去點完名 我走掉我就可以有2450元 你講的是那些市議員嗎 委員您怎麼看這件事情 委員您認為他們該不該領呢 唉 委員我們每年我們市議員 就每一個市議員 已經光是我們每個月薪就已經消耗我們十幾萬 你認為這個車馬費再補給他們 你認為這該不該 車馬費該不該 第二個問題是 他們今天點完名走了 點完名就走 那我們有沒有方法可以牽制他 幾個部分嘛 第一個事情是 所有的市民開始關注 你所選出來的議員 他的出席率跟他的執行率 我聽說那個立法院有一個委員 叫做孔委員 你說孔文基喔 對對對 孔委員他是經濟委員會 那我之前有查過他的出席紀錄啊 幾乎是沒有去過啊 那您怎麼看這件事情 他還跟你領一樣的錢 我覺得這個是選出他的選民 要去思考的吧 那您可不可以告訴我 如果依照你時代力量黨 能不能夠放棄這個2450元 我們現在立法委員沒有這個東西 立法委員沒有這個 只有地方議會有 就是說你看 有時候我們夏天或冬天在開領事會 那個是沒有多拿錢的 然後有多拿錢的 那個是各個地方議會有 那未來如果時代力量選上 那會不會想 會不會不拿這個錢 不是不拿這個錢啊 時代力量如果要選上的話 有關於地方議會裡面運作的規則 要改的地方多了 多了 我現在只是擔心說 我們的席事太少 只是進去裡面繼續倡議 那能不能夠真的改成功這件事情 還需要大家的支持 因為要形成社會壓力 那能不能從中央下去改呢 我比較再跟你說明一下 各個地方議會怎麼運作 那個是各個地方議會的地方自治事項 它不可能透過一個中央的立法 去告訴說你的地方議會到底要 要如何如何 所以像你現在在討論的可能是台北市議會 然後新北市議會 高雄市議會 那個是各個地方的議會 他們在訂這樣子的自治規則 謝謝委員 那接下來也是一個 跟議事流程比較相關的事情 我們知道我們時代力量是非常尊敬勞工的 那為什麼我們常常在晚上 看到我們很多時代力量的助理啊 直播啊 聽說還有媒體披露說 我們時代力量的助理啊 常常加班超時 你這樣子說 我就不知道你所指涉的是誰 但是我必須要可以跟你講的事情是說 中央黨部的同仁 他們事實上面不管是工作 或者是加班 或者是補修 中央黨部他們那邊有一套很完整的規則 在運作 那接下來也是一個比較關於意識規則的問題 就是先前您有公開反對過 您不喜歡密室協商這個環節 那為什麼您現在又跑過去密室協商 請問我去跟誰協商 不是你要這樣問我 我就必須要問你說 我去跟誰協商 委員好 不好意思我們這邊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委員 不好意思委員知道318學運的時候 有一群學生嘛 然後他們被判了刑罰 然後其中一條是民法第306條 就是入侵建築物 這件事情 他們有被起訴吧 但是 有可是最後無罪 對啊 最後沒有被判刑 然後我想提醒委員的一件事情是 委員知道 呃 自己在2017年12月29號的時候發生什麼事嗎 2017年12月29號 好 委員我這邊直接跟你講了 就是你入侵了體育署的署長辦公室 我沒有進去啊 呃 那 呃 現在你可以掉袋子出來 我沒有進去 就是 你好像有把人家的會議室打開門這樣子 對 但是我沒有進去啊 所以這樣沒有觸犯到刑罰嗎 剛剛你不是說侵入嗎 對 沒有侵入是要 他是一個 呃 這個東西有包括在那邊滯留 就是在人家的那個 對啊 但是我滯留的是公共區域啊 那個是一個辦公大樓你知道嗎 嗯 然後我透過公共的區域 然後到坐電梯上去 到外面也是一個公共的區域 然後問他在不在 大概就這樣子啊 呃 好 好 沒有啦 我沒有那麼猛啊 你們可能記錯人了 有人比較猛是直接串門進去的 那個不是我 呃 那個主席我 呃 我想用黨員的個人身份來問個問題 就是 最近 大家應該都知道那個 綠黨在中立的那個 PTT佛地魔啦 那就是他最近 不好意思 因為我沒有在上PTT 那個人是誰 王浩宇啊 哦 OK 然後就是 他最近一直在猛打 黨內派出的候選嘛 就關於他這個一直 亂打猛打的這個 這個事情 會不會有 呃 黨中間會不會有一些什麼 處理做法之類的 奇怪 我為什麼要幫他刷存在感 好 你好委員 那我想問一下喔 最近有一個很紅的新聞啊 叫我們台灣的東奧正名公投 委員您怎麼看這件事情 支持 委員如果這件事情 您認為這件事情如果正式被提出 假如說我們公投過 他提在國際上的可行性為多少 他在國際上的可行性 就是我們政府依照公投的結果 正式的向國際的奧委會提出這樣的申請 如果我們向奧委會提出申請以後 他真正成功的機率 您認為比較偏向成功通過呢 還是反對呢 我當然希望他能夠成功通過 希望到您認為 以您的知識判斷 認為他會過嗎 我這樣子說好了啦 就是有一些事情 你是因為堅持 您是認為說這是一個表達意識的方式嗎 有一些事情 你是因為堅持才看到希望 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因為東奧證明這件事情是 台灣人透過一個民署的程序 告訴國際社會 台灣希望怎麼樣 他真正重要的意義在這裡 那運動員的希望有沒有被照顧到呢 在這整個過程當中 您覺得運動員的權益 在哪個環節會被犧牲 好 好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回到座位 謝謝 謝謝 那那個 今天 最後想問國產委員 是說 其實今天聽完六組 其實我們要先感謝國產委員是說 因為我們本來跟他敲到四點半的通告 但現在已經超時了 國產委員看起來也是繼續留在這邊陪大家 那我最後是想問就是說 國產委員在聽完這樣六組的炮轟 我也不知道是誰炮轟誰 看不太出來 那你有沒有什麼心得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比如說在關心公共議題公共政策上面 或者是今天看到大家這樣子質詢的過程 那你有沒有什麼心得 第一個是我覺得大家表現其實都非常的好 就我要 就真的我要聚精會神的聽那個問題 然後想辦法去回答 我真的平心講 我覺得大家的表現都非常好 那因為這個畢竟是只是一個模擬 沒有限定主題 那大家可能會想到說 什麼地方可能是黃國昌的軟樂 然後想要往軟的那個地方問 那有人也是問他希望提出來的政策建言 我覺得這個都非常的健康 但是我真的要很誠懇的 而且很誠實的跟大家講一件事情是說 我不認為說我是一個真的很會質詢的人 因為其實你們看我說話 你們會發現說其實我講話 有的時候會停下來 那個理由是因為我從小的時候 口疾很嚴重 我常常講一句話 就是要拖很久 講不完 講不完整 那後來 就 慢慢慢慢想辦法克服 但是我始終覺得 真正重要的不是口才 真正重要的不是口才 真正重要的是 你的思考 那思考你可以不要 居限於在前人 他們既有的脈絡 你可以跳出那個 box外面去想 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始終相信 對於公共政策 或者是對於一些問題的討論以及思考 必須要建築在事實的基礎之上 在那個基礎上 你真的搞清楚了 然後我們才對於問題的解決 能夠有比較清楚的掌握 這個是我一直相信的事情 所以當譬如說我們新北市的候選人 他們在提一些公共政策的政見的時候 我其實會考他們 你如果沒有準備好 你不要出去講 譬如第一個問題 就是 當我們在討論說 譬如說新北市 你要做一個聲稱是說房價很高 空屋率很高 那你就要想 你要用什麼當比較的基準 是合理的 那第二個 新北市到底有多少空屋 那些空屋是哪些人在買 房地產的價格 有沒有因此掉下來 你要理解這些事情以後 你才有辦法對 兩位市長候選人 不管是蘇貞昌還是侯友宜 兩個人都在 現在都在講都更 你要對他們的政見提出批評以前 你就要把自己什麼 先準備好 這個就是 沒有可能回避這件事情 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人說 天眾英才 不需要吸收資訊 不需要消化它 不需要把自己準備好 結果出去不管遇到什麼人 什麼樣的題目 你都可以 口若懸河 或者是 譬如說 就是 講出 能夠說服對方很有道理的 的事情出來 那所以 不好意思 我最後其實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是說 對於各位來講 現在資訊的取得 比以前那個時候 其實更快速 那各位現在面臨的難題是 反而是要怎麼樣去篩選資訊 怎麼樣去篩選資訊 那找到資訊最源頭的那個地方 最真實的那個資訊 對於各位在 在處理很多問題 或在思考很多問題的時候 我會覺得 幫助是最大的 那再次感謝沃曹的邀請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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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接下來 謝謝